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嗯 这个 老姐 你放心 我心里边什么事情我都有数 这个 就这样 你再运动一动 好好速做准备 什么意思 一见你 就想问你中年计划还在执行吗 以后不用你问 一见面我就主动的回报 嗯 晨跑还在坚持 就是有点腰酸 对了 那个合作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愿意跟你合作 我只是怕自己没经验 哎呀 经验都是学出来的 前两天何华拿了你以前写的几篇文章 我看了文字一点都没有问题 最主要的这中年计划这个创意我觉得特别好 我也有很多感触 咱们联手 只要方向对了 做出来的东西 质量肯定不会差 你真觉得我行 当然行 说实话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看到别人对我这么有信心了 哎 说来也怪 自从我订了中年计划之后 人的状态有点改变 事也多了 过一阵子 我可能要去趟洗脏 是吗 去旅游 单位的原账任务 有一个名额 去半年自由报名 你自己报的名啊 怎么说呢 总之最后我是报了名了 但是 还没敢跟家里人说呢 我爱人还没同意 前年我去过一次洗脏 你去过洗脏 嗯 单位组织呢 我自己去的 我坐车到了格尔木 然后在当地买了一辆自行车 从青藏县入藏 一千二百多公里 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就到了拉萨 你一个人 去西藏像我这样的人多着呢 哎呀 其实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下决心的那一刻 哎 不是我蛊惑你啊 这西藏太值得去了 嗯 要不是我当时假期短 我还真舍不得回来呢 哎 我拍了很多照片 你想不想看看 看 来 进来吧 好 你先坐会啊 好 这是布达拉宫的全景 这一定你知道 这是纳木错的晚霞 是我最得意的一幅照片 纳木错的湖景 那么的平静 对了 西藏之行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呢 在纳曲的路上 我遇到了一只野狼 我们在夕阳里 互相对视了几秒钟 然后 她就安静地走开了 我像是做了一个梦 你说你一个弱女子 哪儿来的这种胆量啊 因为有梦想 他在一起 他不太想看 我今天就会是 可乐 你自己的朋友 你还在一起 我去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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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一起 这是她的救命恩人 你好 妹妹 看一下 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妹妹 好可爱 越来越可爱了 腿伤好了 对啊 真好 你就靠我抹点酱油吗 我当然有我的独门秘方了 谢谢你 别跑 哪天你要是钱她烦了 你可不许扔 我来抢大方雅雅 不会的 爸 啊 哎 叔叔 您在这儿练什么功呢 嗨 哎 我看我费货量还有多大 爸 我来我来 哎 你们怎么来了 丹丹呢 啊 她晚上学校有课 所以吩咐我先让我过来给你上电脑课 她什么时候对别人的事情这么伤心过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叔叔您别误会 她真是先让我过来给你上课的 好 以后我有了专业老师 你就可以下岗了 要不我也跟着学吧 我也是个半瓶醋 这我可不敢当 我可是块朽木啊 反应慢点 你得有点耐心 不能歧视哦 其实在我们家我爸最聪明了 只不过平时他的光彩全被我妈给盖住了 这个我早看出来了 叔叔 是金子嘛 总会砸光的 是吗 嗯 好 你们先去把电脑打开 我马上就来 哎 你电脑的桌面跟我笔记本的桌面是一样的 真的 对啊 真强 没听南南说过 南南 哦 她没有看过我的电脑 你不信啊 这样吧 过几天我把电脑拿来给你看看 怎么打不开无比自行的练习软件啊 我来 江老师 学生前来报到 爸您坐吧 嗯 叔叔 我给你带来这本书 好 咱们边弄电脑边看这个 你父母挺有意思的 琴枪舌剑永远在战斗 可不是吗 都战斗五十年了 那能分出个胜负吗 嗯 各有损伤吧 可总也伤不了元气啊 所以战斗总是在继续 我啊可是嫌烦了 能躲则躲 谁再躲不了啊 我就装龙作业 哎 不像我哥啊 哎呦没事还在里面祸悉泥呢 都换成熟练尼瓦功了 一个月算是文武胜全了 哎呦 何华你出去啊 啊我跟朋友去逛街去 哦 老两口又逗上了啊 我涂个耳根子亲近 哎哎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我哥呢 我来给妈送药 你哥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家跟丹丹男朋友 学电脑的 学习是好事啊 要不然嫂子你能满意吗 何华 你就当着你朋友的面 回我吧 真是 实事求是嘛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好朋友苏贞 这是我嫂子 你好你好你好 我去齐英 我在医院上班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让何华来找我啊 啊 那你们去逛街吧 我先进去了啊 那你赶紧去吧 哎 怎么样 是个厉害人物吧 挺热情的 哎 你觉得 他跟我哥合适吗 你这话问的 不合适 能在一块生活了二十多年 不是 那也就是我哥脾气好 能将就 照我看呢 二十多年根本不能代表什么 婚姻生活还不是千疮百孔的 哎呀 你对婚姻 都这样了解 哎 难怪要离婚呢 别说婚姻了 就是爱情 也不可能毫无瑕疵啊 哎 你看得挺透彻的呀 哎 那你自己干嘛不结婚啊 这事儿 可遇不可求 其实我觉得啊 你跟我哥倒是一种人 哎 说真的啊 我觉得我哥跟你啊 到底跟我嫂子合适呢 你这话要是让你嫂子听见 小心发生孤嫂大战啊 开开玩笑嘛 你那个赵主任最近对你怎么样啊 还行吧 你说不去西藏 他没不高兴吧 谁知道呢 哎呀 不想让你去 也不光是因为你妈 主要还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也不是年轻小伙子了 你这么一走 家里人得多担心啊 有那么严重吗 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 哎 其实还有件事 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 你想想看啊 你要是一走 那不就是拔萝卜腾坑 把那位置让给别人了吗 你别听领导嘴上说 走之前就定 你要是走了他不定 你还能找他算账去啊 哎呀 齐英 咱们俩真应该换换 我到医院去 你到机关去 这些弯弯绕的事情 我脑子转不过来 你比我强多了 你以为你到医院去 就能比我强啊 去 姐 我问你 你为什么从来不谈恋爱啊 这种事 可遇也不可求的 就是啊 我跟江城嘛 就是缘分 不过啊 现在像江城这么优秀的男孩 可少了 你要求也不用太高 找个老师本分的就可以 哎 像爸对妈那样的就不错嘛 你说是不是 谢谢你的指教 姐 你怎么又生气了 我说的是真话呀 你有完没完了 好 上天 喂 赵老师 你好 我是张淑琴啊 哎 哎 老姐他们是不是在你家打麻将啊 不是啊 嗯 他 不 我有得急事找他 你知道他们在谁家打麻 啊 老顾家 对啊 不要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这怎么回事啊 老顾啊 谁啊 谁啊 开门 别去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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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半天不开门 果然是在剧动 走哥们到牌子所去一趟 好 情况属实请签个字 在这儿 在这儿 哎呀 我们都是几个离退休的老干部 凑在一块儿玩上吧 你说 这怎么能算是剧赌呢 我们也是没办法 举报人就说是有人在剧赌 我们接了举报总得去看看吧 举报 这家 行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可以回去了 怎么就让他们走了 你怎么来了 我爱来就来 你管得着吗 同志 他们经常在一起剧赌啊 你们可要秉公之法 不能随便把他们放了 打举报的电话 是你 就是我 怎么样 你这个老家伙 真是管家有风 向你学习啊 还学习呢 再学习啊 老太婆要骑在你国家撒尿了 哎 老简呢 你自个儿怕老婆 把我们一块扯进来干什么 托您的福 我这一辈子还没进入太多座呢 你胡闹 你胡闹简直是无法不天 张苏琴 我 我不跟你过了 哥哥 今天妈妈特地来接你 你怎么沉着脸不高兴啊 没什么 就是情绪有点低落 都知道用这个惨了 看来进步挺快啊 对了 那个上周你测验成绩怎么样 一般 朱雨晨 这妈妈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了 态度不是挺好的吗 朱雨晨 哥哥 你这不考得挺好的吗 你干嘛那么跟妈妈说话 你听见没有 你要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呢 你就说 但是不要用这种态度 你这样对人是不尊重的 你知道吗 我很尊重你 你们尊重我了吗 你们尊重我了吗 既然你们要离婚 当时为什么要生我 哎 你自己尊重我了吗 当时为什么要生我 哎 姑姑 公公 姵姵 给电话 喂 奶奶 奶奶 你别着急慢慢说 什么真的 好好好 我先挂了 爸 奶奶在电话里说 爷爷失踪了 失踪了 奶奶 妈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 我跟你爸吵架了 你跟爸吵了一辈子 那爸也没离家出走过 到底怎么了 他打麻将还骗过 我气不过 我就到派出所举报他们剧毒了 要我说 你们要不着找他 他这个人自私得很 反正他苦不了自己的 妈 话不能这么说 爸年纪那么大了 万一 这么着 齐英 你陪妈在这儿待着 一来是妈身体不好 第二 你们等着接电话什么的 姐姐 跟我去找你爷爷 爸 来 喝啊 哎 你们怎么来了 找您哪 找我干嘛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还会丢啊 哎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孙子 大叔 你好 你好 我来跟这儿吃面条 这也非要请我喝酒 跟我一块儿喝 没事 谢谢你啊 谢谢你陪我爸喝酒 没什么 正好我也走了 你别走 你别走 别走 你别走 还有菜呢 算一下 您别吃 给奶奶打个电话 爸 我们都饿了 你家人什么都不吃 跑出来找您 我干嘛 我又不是孩子还会丢了 是 爸 您说您出来也不说一声 妈个急坏 她不会急的 她要是会急 她就不干那种缺德的事了 怎么了 妈做的是不对 可妈也是全为了你 你们今天谁也不能帮你妈说话 谁要帮你妈说话 就是我的敌人 我告诉你我再不回那个家了 我现在是个自由的人了 让你奶奶一个人在家去发神经病去 以后我也再不节约了 好 好了 姑姑 跟妈说再见 你上去把你爸叫下来 你自己叫 你是孩子 姑姑 是我 我在外面呢 姑姑已经进去了 你出来一趟 我有话跟你谈 我不进去 你出来 什么事 如理说 我是想跟你说果果的事 当着孩子的面不方便 不过怎么了 今天我到学校去接他 从一开始他就不给我好脸色了 完全不对头 他肯定有什么事 不会啊 有电话了 对不起 有电话了 对不起啊 有电话了 有电话了 喂 李娜啊 哎呀 他都给你包了 你放心吧 没问题 哎 万再回头再说吧 哎 好 那就这样 再见啊 哎 哎 刚刚说什么 哦 果果怎么了 我说果果这两天 对我不冷不热的 这完全不正常 我没觉得怎么样啊 不是挺正常的呀 不好意思 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 有电话呢 哎哟 哎 姐 我怎么这么会儿不在家 房间就被别人霸占了 蛋蛋 不是别人 是爷爷 爷爷也是别人 他喝的臭烘烘 还在我床上打呼噜呢 你今晚就跟我一起睡吧 爷奶奶吵架 离家出走了 唉 真倒霉 哎呀 我只好将就将就了 你把衣服换了呀 脏不脏 姐 我现在好想快点结婚呢 嫁给江晨 我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哎 这话你可不能告诉爸妈 特别是妈 你赶紧洗起睡吧 姐 我问你一句话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什么话 你看我和江晨现在这么甜蜜 你是不是有点羡慕啊 蛋蛋 你怎么永远都自我感觉那么良好 再过十分钟我可就睡了 你最好抓紧点时间去洗 你最好抓紧点时间去洗 下蛋呢 没有 爸 这有煮鸡蛋 我不吃煮的 要煎的 爸 人说老年人吃油腻的东西不好 嘿有什么不好 你们这儿 你们这儿都听报纸上胡说八道的 我吃了一辈子油腻了 怎么样 也没什么吧 你们不要报纸上说什么 你们就是什么 这饮食啊 必须要跟着自己的身体结构 来选择食品 你知道吧 知道 煎鸡蛋去 那您先吃 我给您煎一下 你们这豆腐炉也没有 那让我怎么吃啊 妈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谁让他说话不算数 我还骗人 我就是要让警察好好治治他 那你这样也太过了啊 怎么说你们也是老夫老妻了 老夫老妻 谁知道能他几天夫妻哦 您可别乱说 虽然您得了病 这病现在也不是不能治的 手术之后 您不恢复的挺好的嘛 千万别胡思乱想了啊 何华 嗯 妈想问你一件事 您又担心我了吧 哎呦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您现在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 我们的事 你别没外没老的瞎操心 你听我说呀 哎 妈懂手术之前啊 跟你哥已经交代过了 万一我醒不来呢 啊 以后 你爸就得有你哥 养着啊 当然了 你也得养着 不过就住着房子的问题啊 住呢也得跟你哥一道住啊 跟我住也行啊 我反正一个人啊 不行 啊 你怎么能一辈子一个人吧 啊 要真是哪呀 妈死了也比不上业啊 不管你怎么说 你呀总得要再结婚的 啊 反正啊 你迟早要出去 妈 就想问问你 想问我 什么时候搬出去是吧 好吧 妈绝不是偏心啊 主要是考虑到你爸 他还是跟你哥一家住 这房子就太急了 所以 行 我明白了 都把房子盛出来 再把哥的房子卖了 只能换个大点的 这四十两天了吧 其实啊 房子的事我也想过 当时也不是为别的 也是因为我一时办法 没地方可去 我知道了 我不能一直跟你们赖在一块 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 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也想买房子的 就是钱差太多了 好 怪不得前阵子哥哥让叔 搞什么中年计划 要换房子 原来是这样 要不 你们着急的话 我就先出去租个房子 哎 何华 你可千万别 妈给你 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没别的意思 你不许乱想啊 行 我不乱想 走了啊 妈 这事我哥想不出来 是齐音的主意吧 哎 何华 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不舒服来拿点药 你怎么不舒服了 我去给你找个大夫看看啊 不用了就是感冒啊 哎 何华 怎么了你好好的 我没得罪你吧 你那么精明能干 哪会得罪人呢 哎 哎 何华 你别话里有话的啊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直说的 嫂子 你没听出来 我是身心实意夸你精明能干啊 我说嘛 以我哥的性格 怎么着也不会想着 用什么中年计划来赶我出门 不过有你就不一样了 你放心 我不会一直赖在家里的 什么事啊 回来了 回来了 解药平 你去找你妹妹问清楚了 什么事这么没头没脑的 我还蒙在鼓里呢 什么意思啊 你问我我还不明白呢 你这么没头没脑的 问什么 我今天下午在医院碰到何华了 我好心好意跟他打招呼啊 他不理我 还披头盖脸的损我一通 说的什么话我也听不懂 反正你去给我问明白了 要不然就让他跟我解释 他到底要干什么 有真实 不可能吧 我吃饱了撑的便出来哄你啊 你说他损你 总得有个主题吧 他就说 什么以你的性格想不出 定个什么中年计划来赶他出门 还说 他说他不会赖在家里一辈子不走的 他什么意思啊 好像我在背后窜的你做什么事一样的 那行 有时间我问问他 你别有时间就现在去 吃完饭再去 不行 现在去 快点 我饿了 饿也得去 谁损他了 由衷地夸他还不行吗 你这么说 我就知道你真生气了 就我这么一个哥哥 有什么委屈还不对我说 我哪有什么委屈啊 本来就是我李坤嘛 人到中年还赖在父母家不走 占着房子 害得人家疼不了新房子 这人到中年呢 弄了半天 才真跟我们打算换房有关系 哥 房子事儿妈也跟我说过了 难怪你计划里有那么一条 我还奇怪 你这个人吧 对这种事儿从来都不放在心上的 现在变得这么现实 你们放心吧 我会尽快把房子腾出来的 不用非等 爸一个人了我才考虑啊 我们换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怎么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呢 你住在这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想把你赶走呢 你认为你哥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当然不是这种人了 不过你们家那位就难说了 霍华 这事儿你真冤枉你嫂子了 她虽然有点小市民喜欢钱 但是她人不坏 不该她拿的钱她一分都不会要 更别说打家人的主意了 再说 我写这计划 她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没打算卖爸妈的房 那更何谈赶紧出门啊 是她逼你来说的吧 她是觉得委屈 让我来跟她解释解释 早知道惹这么个大麻烦 我就不定那个破计划 哥 其实 我对你从头到尾都没怀疑过 不瞒你说 我现在压力也挺大的 老子们在家待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我也想尽早搬出去 这样我也轻松 爸妈也不见心无反的 别说傻话 爸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哪会有什么别的 反正 我就跟你们表个态吧 也没别的意思 嗯 对了 那个 今天我对嫂子态度不太好 你替我给她倒过气啊 反正这种麻烦事 总是我来处理 老爷子在你们家避难怎么样了 挺自在大 这也不是个事啊 你还是想爸妈把她给劝回来吧 妈一个人在家 没人吵架斗嘴的 也挺寂寞的 我就说是误会 荷华自自心强 听妈这么一说 难免会有些情绪 有情绪就可以撒在我身上啊 我又不是出气筒 凭什么这么欺负人啊 这一声那么严重啊 不吃雄心暴走胆 谁敢欺负你啊 简和平 你这是说你老婆呢 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 活得就够窝囊的了 跟着你过窝囊日子不说 这没事还得受公公婆婆 外带小姑子的气 你到外边看看去 现在还有我这样的女人吗 你看你 一说话就急 这平白无故的 你把我爸妈拉扯进来干嘛 我扯上他们怎么了 你看看咱们家 现在就够急的了 这老两口还隔三差五的 就进来折腾 一进门就撞头 一不留神就踩脚 你说我能不急吗我 你要是有本事 你给咱们换一大房子 把他们全都接了住 我没意见 又没这能耐 还害得我挨一身脏水 你说我冤不冤 爸你就听我们的劝吧 你们谁也别劝我回家 何平 是不是你要赶我回家 没有没有 谁赶啊 那是 齐盈啊 是不是你要不让我在这住了 我 我更不敢了 还是的 那别人任何人都没有反应 我在自己儿子家住 谁敢说不行啊 山岘父母本身就是你们的责任 我又没有摊在床上让你们伺候 哎 我就是摊在床上让你们伺候 你们敢说不伺候吗 那是 爸 我 齐盈 还有简洁简单 都非常欢迎您到我们家来住 他当然 嗯 但是我们更欢迎您跟妈一起来住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现在这样怎么了 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妈妈她一向是讲究独立自主 现在这样她独立自主了 我也独立自主了 不是很好吗 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不要担心 别看你妈妈是得了那个什么病啊 可是她跟从前一样 爱操心爱管别人的闲事 这就说明她的身体跟精神啊 就跟从前一样的好 哼 再说 我真要跟她住在一块 我能不管她吗 啊 现在 我倒是让她看看 谁是一家之主 哼 我不相信我斗不过这个老太婆 嫂子 爸这么一闹疼又该你受累了 嗨 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嗯 霍华 本来吧 我是不想解释了 但我觉得还是得跟你说清楚 就 就你哥那什么买房子那事吧 哎呀我 嫂子 这你别说了 您是我多心了 嗯 其实刚刚我也想跟你赔礼道歉呢 人多 我没好意思 哎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放心上啊 嘿嘿嘿 你要这么说吧 我这心就踏实了 要不然你说我多冤呢 怎么啊 还非得我跪地求饶啊 那我哪敢啊 哎 这天下敢跟小姑做队哪有好下场啊 那也得看什么嫂子了 哎 我说你这个嘴的 难怪珠峰怕你 嫂子 哎 我问你件事啊 你别怪我多嘴 你个人问题怎么打算的 我才能怎么打算 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好 你不能就这么一个人一直过下去啊 看我们何华那么年轻又漂亮啊 还能干 追你的人肯定不少吧 什么呀 要不嫂子给你介绍 哎呀好好好 行了嫂子谢谢你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再见啊 慢走啊 还没出来啊 没有 你怎么催催啊 他老爱坐在马桶上看报纸 你不催的他不知道你急啊 啊 我怎么催的呀 那我去催 干什么 爸 您完了吗 完了完了 就完了 哎 您不着急啊 爸 我这上个厕所也不消停 看来是能买个两位的房子 真是人心不足奢吞相 过去咱们那么多人家用一个厕所 也没有人催我 那时候您也蹲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哎呀 喂 你在那儿住的怎么样啊 当然了 我挺开心的 嗯 嗯 是挺好的 吃儿子的 住儿子的 还没脸没皮的要形鸭蛋吃 我脸皮厚 所以我过得舒舒服服 你脸皮薄呀 所以你整天都是气狠狠的 你的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嘿嘿嘿 这个是鬼 嘿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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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好 请问您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 我随便看看 看您的年龄应该是300大房子吧 我们这里大房子的套形亦各有三种 有150多平方米的 130多的 最小的这种是120 这种套形 总价得多少钱 每平方米起售是5200 一共是30两厅两位 总价大概是62万4 哇